你现在到底是已婚离异还是单身 已婚 那为什么你的视频里都说离婚了 找男朋友也找不到 因为我是获取流量呀 谢谢你了 好吗 我就这么跟你说 只要有人公开说谎 他的所有别的话我都不会信 只能说你的认知没有提高而已 谢谢 我的认知不够 我赚不到我认知以外的钱 谢谢 好吗 我同意磊哥的话 可能我们认知都不够 我特别支持他 我觉得不可以这样 那作为企业 我们在招聘品牌营销相关的人员 包括新媒体营销相关的人员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的规则 那我们也希望 这一类的营销变得更正规划 那我们就会希望帮助 像珊珊这样的 找这样工作的朋友 就要去帮他们提升 但如果珊珊在这方面很抵触的话 那企业确实没办法帮到他 珊珊 我再问一下 因为徐磊先生说这个情况 我并不了解 我拿到的报名表上写的你是已婚 对 那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作为求职者 我们最起码的诚信还是要在的 对 本身我现在事实求是就是已婚者 对 这种诚信不仅仅是在我们舞台上 这种诚信还包括在我们舞台下 我想说 相信你有能力 相信你曾经做到了你所说的一切 但是最起码在舞台上的展示和你在短视频作品当中的展示 应该是一致的 因为平台给了你一个展示的机会 你应该珍惜这个机会把真实的你展示出来 其实我感觉珊珊真的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思维方式 就是你的沟通啊 你虽然想的时候想得很好 但是你表现出来的是很激进 我感觉可能现在债还完了赚了钱了 我感觉稍稍有点飘给我的感觉 企业家对我的质疑啊 当时在台上的一个态度呢 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性格原因造成的 但是以后的如果说大家有建议或什么的 我不会那么针锋相对 然后我会反省自己 这个呢我会慢慢地来调整的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台上还有十盏灯为我们的求职者 程珊珊留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轮过后 结果如何 有请各位企业家 好 程珊珊第二轮过后 十盏灯全都灭掉了 我想问一下韩依 韩依刚才 我记得他说好像会一直地挺你 但为什么韩依第二环节最后 你会要灭灯呢 我我个从你的个性上 我是个人比较欣赏的 但是从你刚才的是非观上呢 我看到了一个孙悟空 但是呢他特别会打妖怪 他特别厉害 但是你要知道 当他戴上了金箍咒 走了西天举行这条道路上的时候 他才在历史上流 我个人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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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担心你当下的方法会让你过早地接触到瓶颈 触碰到天花板 所以他们提醒你提示你建议你赶紧地去转换一种思路 用新的方法在你原有的跑道上走得更远 当然我也要提醒你 不管今后走到哪里 当遇到和你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时候 我们应该学会的是微笑 倾听和尊重 好的 好吧 也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更要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好吃的鸡爪子 我下了台之后 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尝一尝 特别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再见 珊珊 再见 谢谢 谢谢各位的意见 企业家给我提出的意见呢 我也会虚心接受 好奇我会调整我的创作内容 更积极正能量呀 不会反其道而行之的 今天非常感谢来到咱们节目组 也感谢咱们的主持人 谢谢啊 好了 本期非你莫属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千万别忘了 在抖音平台每天中午十二点 我们等着与您现场连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